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还缺的圣人 颠覆议会文化 提高议事质素 钱无古人 看法都厚望 我们很多议员都喜欢说 选民叫我问什么 然后他也试过有一次 有个五岁的小朋友问他房屋问题 我就很多选民给压力 我就是我的贫选语言 他就叫我问他一个问题 说了很久 就是问他什么时候死 捍卫基层利益的所谓左派的议员 这有多少个 在扶费小组里面那些多 你怎会听得入他们的说话 所以你由头至尾 第一就是认屎认屁 政府做了多少事 政府在那里 欲敏以坛搞事录竟然存在 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 逢星期二晚上十几播出 请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我是杜汶泽 你还不播今 本当新держ作配是个认识孩子 去本改与世界 在门设计上úsica 我们可以接受 您是杜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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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泽 您是杜汶泽 然后您如此杜汶泽 您还исс 天在提供 还不福 您夯息 好,回來第三節,這一節就講台灣問題 我發覺選舉的分析相對來說多些人看了 也好,大家都關心台灣的政情 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大敗之後 上個月的11月26日,晚上開票的結果 令到他們非常之震驚 然後黨內鬥爭就馬上出現了 我在分析九合一選舉的結果的時候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是11月26日 其中一次的標題就是 蔡英文持黨主席派系鬥爭戰在原上 下屆總統大選,賴清德上位 今天賴清德在她的Facebook上 有一段話說的 這是一個震撼彈 她在Facebook上說 因為她確診了,多謝大家關心 這一段就是這樣說的,她說要跟大家報告 關於民主進步黨主席的補選 這陣子各方所傳達的意見 有鼓勵也有保留 我都已經收到了 非常珍惜,重視深存感激 我和大家一樣,心愛台灣這塊土地 因此經過向黨內民主先進 同志進一步徵詢 並獲得支持後 稍早已向總統報告 我已經決定參與民主進步黨指示的黨主席補選 下週將摘旗前往登記 謝謝 就這樣看Facebook這段文 我們香港人 或者對台灣政治不太了解 他們覺得很普通 在Facebook預告 我會去補選 補選登記期間 我就去登記參選黨主席 因為11月26日 民進黨在選舉大敗之後 蔡英文作為黨主席 他要負起敗選的責任 這個是政黨政治的一種常規 要辭職 他在2018年那次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也是大敗 他也是辭職黨主席 不過後來他又做回黨主席 然後去選總統 賴清德 在敗選之後 沒有任何聲音他會去參選這個黨主席的補選 參加這個黨主席的補選 因為當時馬上找了一個代理主席 就是高雄市市長陳其邁 代理主席是負責下個月十五號的 即是明年1月十五號的黨主席 補選 補選之後那個黨主席 是會負負責下個月十幾個月的黨部 而這十幾個月最重要的就是 總統大選和立法院的選舉 就是明年初的改選 是明年初 由現在到明年初選舉 有十幾個月 賴清德因為被視為明年總統大選的 總統是2024年 明年的意思就是 應該是現在十二月 其實只有年多 因為明年是2023年 然後是2024年 我選舉是2024年的年頭 所以應該是說 就是後年 但是現在十二月 下一個月就是明年了 只有十三個月的時間 他是一月選的 2024年的一月 現在是2022年的十二月 即是只有十三個月 按理你來說 他不會去選主席 因為他選主席 他又選總統 裁判也是他 這個主席負責立委的提名 總統的提名 也是他負責的 他又去選總統 不是不行 大家覺得沒那麼好 裁判也是你 接著他參選總統 總統的選舉也是你負責 主要的提名作業也是你負責 於是黨內就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這次輸得這麼慘 那誰去做主席 本來有一個人 就是蔡英文 等於要欽點這個人去補選主席 如果他去的話 賴昇德就不能去 因為他們一定是說得到的 就是鄭文燦 現在的桃園院長 快要卸任 因為新的桃園市市長 新的桃園市市長 就是國民黨的張善政 他任期就快結束了 本來他去做黨主席 因為他是親英系的 他本來不是英系 他跟新潮流系的關係也好 民進黨裏面最大的派人就是新潮流系 賴昇德是新潮流系 鄭文燦也是新潮流系 但是他比較靠近蔡英文 本來就是他去參選的 但是在選舉之後就爆發他的碩士論文 在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是陳明通 陳明通現在是國家安全局局長 前陸委會的主委 他指導了173個學生的碩士博士論文 大部分都是民進黨的非權職位 林志堅就是前桃園市的市長候選人 中途被換馬的林志堅 他的論文在國發所的碩士論文 被判定是抄襲的 又是取消了碩士學位 還有中華大學的碩士學位 又被取消了 因為抄襲 鄭文燦這個所謂抄襲論文 被取消碩士學位 因為選後台大才公佈 如果選舉期間公佈更嚴重 台大也算是這樣的 所以這就是未來的行政院院長人選 黨主席的人選 現在就是一個抄襲論文 學位被褫奪 令到他覺得你怎麼做行政院長 中華民國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長 被取消過碩士學位 因為抄襲論文 那國際上怎麼看台灣 用蔡英文的說法 其實他是中生隊排第一優先 未來接班的 他林佳龍 還有陳其邁 現在高雄市市長 林佳龍是前交通部長 前台中市市長 選私台中市 結果官都有得做 做交通部長 交通部長下來之後 選新北市 輸46萬票 有市來選 輸得最多的 在新北市 上次蘇清昌2018年 輸給侯友宜 都是輸29萬票 他竟然可以輸到46萬票 所以說到這裏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也不奇怪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我說這次輸了之後 接著那些側役 網軍 親民進黨 那些人 就會走出來 說這是共產黨做的 果然今天就有人投訴 接著我就 在他的頁面上搞事 搞事 他不會理會我 他知道我是什麼人 他理會我便會浪費 但是我便搬到我Facebook 那裏 大家看我Facebook 我便買了哪裏 那裏 我覺得真的很過份 如果輸了便爛 老實說 如果共產黨這麼厲害 那裏 2016年就不是蔡英文做總統 對不對 你說馬英九個八年總統就是因為 就是共產黨幫忙 那蔡英文做總統又是共產黨幫忙 大哥 習近平不推出那個九二共識 即是一國兩制 香港沒有反中運動 你蔡英文贏了 對不對 有些說法是不合邏輯的 他說 他上次拿了八百一十七萬票 現在就不見了三百幾萬票 那些人不出來投的 全部都是支持民進黨的了 是的 但是 2020年他是支持民進黨的總統 是不是 接著這些人不出來投 是不是 你現在減過那條數字 說不出來投 那為什麼不會有些人 是轉了去投國民黨呢 你是什麼數據 看到那些人 全部都是 原本投給蔡英文的 走了那些 投給蔡英文的 沒有轉投給國民黨 是不是 沒有數據 你又不可以說 這些人如果出來投 那他就不用說 這是廢話 基本上是 關鍵就是 為什麼他不出來投 你想想 如果是中間選民 或者是年輕人 為什麼他不出來投 因為他被國民黨洗腦 因為他被中共的認知作戰洗腦 如果中共的認知作戰可以洗腦 那些三百幾萬票都不投 那他不用打台灣 台灣遲早被他搞定 這是不合邏輯的 但是偏偏就是這樣 所以搞到那些人都壞腦 基本上是 你看得多這些壞腦 我又有時間去搞他們 其實現在很簡單 你看回數據 我們經常說 經驗 邏輯 常識 知識 來判斷是非就可以了 不是 你是陰謀論 指問立場不問是非 來判斷是非 多數都錯 你去抹黑人還是無所謂 你抹黑人 你指問立場不問是非 但是你去檢討 反省自己選舉 為什麼失敗的時候 你拿這個來做理由的話 那你下次 不會贏的大陸 你一定要去分析 為什麼那三百幾萬人不投給你 即使其中有些人可能投給國民黨 或者沒有了 那為什麼不投給你才行 是不是 你不一樣打抗中舞台牌 為什麼不投給你 為什麼2020年的抗中舞台牌可以 到2022年的抗中舞台牌不行 是不是 你現在是沒有去反省的 是不是 所以台灣很糟的 這頭選完 然後年紀又要選 政府不用做事 全部都忙於選舉的 前面那幾個月 總統行政院長那些部長 全部都去幫民進黨的人助選 幫民進黨的人助選 不用做事 用國家資源 沒辦法 國民黨也是這樣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你沒有去反省的 所以現在黨內鬥爭 這個 我必須和大家說 民進黨 他優勝過國民黨的地方 就是什麼 他自己打餐飽之後 他跟著就槍口一致對外 這個理由很簡單 他一定要保衛政權 是嗎 本來他想著他是永續執政的 這一波九合一選舉 就打散了他 開始搖底 所以未來三個月 他是出盡百保的 是嗎 當然在老百姓 心目中 希望 你知道 吸取教訓 這十幾個月做一些好事 是嗎 是嗎 派一下錢 是嗎 做很多 刺激經濟 改善民生的事情 是嗎 就不要再搞這些負面文宣 是沒有用的 是嗎 最好笑的是 現在人家說你有黑道 中常委 是你自己民進黨的人 說的 大哥 是嗎 國民黨也有很多黑道 那些老信講的那些臭蟲論 是嗎 大家在這些地方糾纏 老百姓看到就討厭了 我們外人 我們以充目明 讓客觀我們看到 為何會這麼笨蟲的 真的 你事實上 是有些黑道背景的人 在你黨的高層 這是事實嗎 是你黨內的人說的 是你黨內的人 不值這些人的所謂 然後 將他們炒熱 不是你的敵人去動你的 那接下來 立法院的總預算通過之後 內閣就一定要改造 蘇貞昌一定要下台 是嗎 現在已經有個部長提前下台 是嗎 所以這個是很大幅度的改造 這個大幅度的改造 也可能可以爭取到一些民心 換那些比較好的人上去做 本來鄭文燦有機會做國慧 那現在當然沒有了 別這樣誰做 不是林佳龍就是陳其邁 他的終生代 他排隊 他有一個不成民 在派系形成 他要派系共識 大家要講好數嗎 因為要有很多利益去分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政權是一個貪腐的政權 你知道嗎 不過是用合法的方式去貪腐 有些是非法的方式 比如那些金控的董事長 他有很多錢 是嗎 可以搞很多利益輸送 那些全都是自己人做的 那些就是利益 是嗎 是嗎 那現在鄭文燦馬上轉態 是嗎 全面支持賴清德 還說他唯一人選 總統人選 只有一位就是賴副總統 那不用黨外初選 沒有帶個人去選 不知道 現在要看 有些人說蘇貞昌也可能去選 七十多歐 那他最威風 他是 民進黨執政以來 就是任期最長的一個行政現象 囂張到不得了 所以在台灣的政治就是這樣的 但是 他有一個好處就是 至少 他都有相對的言論自由 是嗎 很多醜聞都會被人踢爆 是不是 你主流媒體 雖然大部分是民進黨可以控制的 但是那些網媒你控制不了 是不是 那網媒動你的那些 你就是說中共同路人 是不是 你要把他打成中共同路人 最近有一個民進黨的同路人 很出名的網紅 叫管長陳知漢 天天在罵民進黨 是不是 還有 他那個罵民進黨 是發揮到那個影響力 那裡拿命 什麼 以前是 捧你民進黨 捧到天那麼高 大哥 現在天天罵民進黨 說民進黨是黑道治國 台灣這些 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 有很多好戲看的 但是我說這些 香港我們的觀眾聽眾 又不喜歡看的 因為他沒有背景知識 他又沒有興趣 但是我們 我們 為什麼要說 因為這個就是 牽動了兩岸的互動 牽動了台灣 會不會打仗 對香港的影響都很大的 可以告訴大家 不要看小 我說 現在 北京 管你哪個執政 他遲早都會打仗 管你哪個執政 他真的不在乎 你哪個執政 所以如果現在還有幾年前 那種說法就是 喂 你 共產黨是希望國民黨執政 不希望民進黨執政 他現在不會這樣想的 如果大家還是這樣想 台灣那些人還是這樣想 就會錯了 對不對 他現在在部署 在部署 如何統一台灣 要是要講